这个第四正段就是在讲下面 又一记借静芬 以气延起 宋林以明典致气 本来气是推动明典的 但是用明典来致气是怎么回事 比如我们讲好像我在道家里面有讲说 这个厌意 什么叫厌意呢 就是有唾意 你嘴巴的唾意 这个意思就是讲 你用明典来控制你的气 压住你的气 我们在修法当中不是常常吸口气 然后再把这个唾意咽下去 这个意思就是以明典致气 以明典来控制你的气 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 把气压下去 其实一切借静芬会合于三脉之处 达至于中脉下顶端 养至左右二脉生起能所分别的业气 此有肉之乐 是四之第一法 以下接受中最上 此时是第四正段 由于你把气压住了 然后再用你的明典压住了这个气 气压住久 它会产生一种热出来 那么这个热产生出来的时候 他说是 也是 他讲说 结受中最上 这种结受 可以讲 可以这样子讲 你把气 提住了 把明典压制 明典跟气 融合在一起 然后你把这个明典提住了 这时候它自然就是产生一种热出来 我们热分成四种 叫做喜 圣喜 最圣喜 跟聚圣喜 当明典到了这个 到了那里 跟气 结合在一起 气跟明典 合在一起的时候 明典便没有露出 明典便没有露出 明典没有露出 这个时候的快乐 是最上的乐 没有露出 那种快乐 是最上的乐 露出 就是四属之乐 世间人的乐 如果露出 是世间人之乐 如果能够提住明典 气 在那里移动 明典在那 在那个地方旋转 那个产生的乐 就是 有露最大的 最上的 有露之乐 这里我讲的 不是很清楚 这里 持有露之乐 便不是露出来 便不是露出来 而是 离开 离开世俗的快乐 的 有露之乐 这样 大家不知道听得懂 听不懂 世俗的乐 不算是乐 但是你能够提住明典 那个时候 所产生的 出来的快乐 虽然也算是 有露之乐 但是那是 最上的 有露之乐 因为这个 按照我所知道的 那一种快乐 你如果 贪着那一种 那种快乐 就是有露之乐 连那一种乐 都不能够贪 意思是这样 我们有弟子 达到 那个境界 就是高明路师兄 旧金山的 这个高明路师兄 他就有 这种境界产生 他讲的 那个也是属于 有露之乐 那个热 很长 很久 但是也会消失掉 就是24小时 都在快乐之中 这一段就解释到这里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